女人被鲨鱼袭击困在了礁石上 她发现远处的沙滩上 一个男人正呼呼大睡 带着希望 女人立马大声求救 眼看男人爬了起来 她赶紧匕首画脚 她的包就放在那边 请求她帮忙忙拿手机报警 但谁也没想到 那男人背上女人的包 直接就走了 女人崩溃不已 不断安求她救救自己 可男人却正在挥手给香兰点赞 她看到了海里的冲浪板 想打牢上来卖钱 下一秒 就被鲨鱼袭击领了盒饭 不知过了多久 女人被发动机的声音吵醒 原来是昨天那俩游客又来冲浪了 她赶紧挥手大喊 这里有鲨鱼赶快上岸 但在海风中 他们根本听不见 下一秒 就被鲨鱼袭击领了盒饭 女人外面俱灰 她准备静静地迎接死亡 但就在这时 看到了身边受伤的海鸥 依然在顽强地求生 她重新振作了起来 捧起海鸥仔细检查 发现她翅膀脱臼 随后帮海鸥震骨 再将她放上断掉的冲浪板 看着她慢慢飘向岸边 突然 女人看见遇难小哥的摄像头盔 如果能录下求救视频 被别人捡到就能得救 她用防水手表计算得知 鲨鱼从鲸鱼的尸体游到这里 只需要32秒 她有足够的时间拿到头盔 女人等待鲨鱼游走时 立马跳入水中游了过去 那海浪不断将头盔推向远方 在女人的努力尝试下 终于拿到了头盔 可下一秒